世界上有许多动物面临着濒临绝种的危机 这些物种会灭绝的原因 往往都是因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或是人类过度的捕猎 有很多珍奇的鸟类早已灭绝 只能通过考古研究发现它们的足迹 下面说说五种已经灭绝的独特鸟类 在已经绝种的鸟类当中 杜杜鸟可以说是最著名的 它和远古时代的恐龙一样 在今天几乎成了物种灭绝的同一词 杜杜鸟是一种不会飞的鸟 经参与南云渡羊茅里求斯岛上 这种鸟在被人类发现后仅仅200年的时间里 被由于人类的捕杀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彻底灭绝 堪称是除恐龙之外最著名的已灭绝动物之一 16世纪初期 毛里求斯还无人居住 是野生动物的乐园 在毛里求斯岛上 杜杜鸟有着丰富的食物 也没有任何的天敌 直到16世纪后期 欧洲人陆续来到毛里求斯 人类的活动开始严重影响杜杜鸟的生存 杜杜鸟不怕人 又不会飞行 所以非常容易遭到猎捕 人类登上毛里求斯之后 还带来了大量的家亲家畜 一些岛上原本没有的动物 如猪和狗 也被带上了岛 这些动物不但与嘟嘟鸟争夺食物 而且还会吃掉嘟嘟鸟的蛋和幼儿 在人类的捕杀 外来物种的压制 栖息地减少的作用下 嘟嘟鸟的数量慢慢减少 从毛里求斯岛上消失了 1662年 荷兰的阿姆纳号在毛里求斯海域沉没 幸存的船员在毛里求斯见到了嘟嘟鸟 这成为关于这种动物最后的目击记录 嘟嘟鸟的灭绝时间 因此变认为是1662年 尽管官方确定的嘟嘟鸟灭绝时间是1662年 但这许多生物学家认为其最终灭绝的时间 应该在1688至1715年之间 嘟嘟鸟的灭绝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直到1865年 嘟嘟鸟出现在路易斯卡罗的童话 艾丽丝梦游仙境中 嘟嘟鸟也随着这本书的畅销 而变得越来越多人自小 英语中有一句旅语 Estate as a Dodo 直消失的侧头侧尾 无法挽回 跟嘟嘟鸟一样 象鸟 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和探险家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 在神秘的东方发现一种巨鸟 体型之大可以轻松抓起一头大象飞上蓝天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是否真实 无法确定 但历史上一种名为象鸟的巨鸟 的确真实存在过 象鸟是曾经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内 一种巨型不会飞的鸟 大约在17世纪末以前便已灭绝 象鸟是目前已知的史上的最大鸟类 有3米以上以及超过500公斤的体重 象鸟的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 长度可达30厘米 重10公斤 体积是普通鸡蛋的160倍 在人类殖民马达加斯加后 大片的森林遭砍伐用来耕种 象鸟的栖息地也在此时遭到严重破坏 环境的恶化以及人类的狩猎 可能是造成象鸟灭绝的主要原因 如今世界上仅有了一幅完成的象鸟骨骼标本 保存在法国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内 华盛顿的国家地理学会中 白有一颗在1967年所发现的象鸟蛋 这个蛋丝毫未损 而且里面还有一只卫生小鸟的备胎骨架 孔鸟 孔鸟是一种很早以前生活在纽西兰的一种 不能飞行的大鸟 孔鸟的翅膀几乎完全退化 运动主要靠强而有力的大腿 孔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高的鸟 这种大鸟身高最高可以达3.7米 比现代最大的鸟类平均2点米高的非洲鸵鸟还要高许多 孔鸟一般被认为在约16世纪左右绝种 但有一些报告推测在纽西兰某些偏僻的角落 直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仍然有孔鸟生存 虽然一些人认为孔鸟的数量在人类到达前便已经开始减少 不过孔鸟的绝种目前主要还是被认为 跟纽西兰原住民毛利人祖先的猎捕和开垦圣林有关 除此之外 繁殖率低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 据说孔鸟一次只剩一个蛋 也有科学家认为 是火山爆发导致了孔鸟的数量下降 纽西兰北部岛屿有许多火山 频繁的火山爆发可能毁坏了当地孔鸟的栖息地 大海雀 大海雀是一种不大会飞的水鸟 因为表和企鹅相似而有时又被称作为北极大企鹅 欧洲的早期航海家们在北极附近的一些岛屿上发现了大海雀 把他称为Penguin 后来 航海家们又在南极海的一些岛屿看到了南极的企鹅 由于两者长得相似 因此也称其为Penguin 其实 这两种鸟完全没有亲缘关系 虽然大海雀看起来像企鹅 但实际上和企鹅一点关系也没有 反而与海鸭 刀嘴海雀才是近亲 不过 大海雀的生活方式与南极的企鹅极为相似 它们在水中的游动速度非常快 但由于双翼已经退化 不能够飞行 在陆地上的行动也比较缓慢 大海雀曾广泛存在于大西洋周边的各个岛屿上 从北美洲到格陵兰岛 冰岛 斯堪迪纳韦亚和英国 曾经生活在北大西洋两岸各地 到处可见 在19世纪早期 人类为了获取大海雀的肉 蛋和羽毛 大量捕杀大海雀 此外 有一些也被捕杀来作为博物馆标本 或作为私人收藏品 由于它们不会飞行 行走缓慢 不怕人类等种种特性 很容易遭捕获 1844年7月3日 在冰岛附近的埃尔德岛上 最后两只大海雀被渔民猎杀 从那以后 没有人见过活着的大海雀 就这样大海雀于1844年正式灭绝 粉头鸭 粉头鸭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大型潜水鸭 顾名思义 这种鸭子头部是粉红色的 现代研究发现 粉头鸭头颈部鲜艳的玫瑰红色 实际上来源于其日常食用藻类中的类胡萝卜素 劣势于火略鸟类羽毛的着色过程 粉头鸭体长一般为60厘米左右 潜水本磷非常强 主要以水中动植物为食 粉头鸭的栖息地 大多数在于印度、缅甸和孟加拉等沼泽和湿地中 它们是群居的 每群约有30只或以上的粉头鸭 粉头鸭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水情 大多目击记录来自印度东北和缅甸接壤处 最后一次在野外的确切观察记录是在1949年 虽然1960年代有几次目击报告 但都未被证实 粉头鸭数量的减少可能源于栖息地的丧失 森林砍伐 湿地变农田破坏了很多粉头鸭的栖息地 作为一种流鸟 粉头鸭并不迁徙 因而很容易受到人类的干扰 粉头鸭目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极度病危物种 但很有可能已经灭绝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点赞和分享 欢迎你订阅这个频道及开启频道的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影片 谢谢观赏 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